字幕提供 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一福 這回小妖魔汽車教室第三彈 我們找來Nissan R35 GTR 這回我們拆解重點 並非它的引擎 而是它的變速箱 為什麼不拆解它的引擎呢 其實各位網友相信 對這顆引擎的科技層面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所以我們決定這回將重點鎖定在變速箱 好讓各位網友看看它的 這個雙離合器變速箱有什麼獨到之處 在進行實際拆解之前呢 我們先來從它的底盤 我們先從居家底盤來看一看 它的變速箱的外觀跟它的傳動系統的設計 我們先過來看一下 這邊其實它的變速箱呢 居家變速箱呢 它相當複雜它可以分成三等份 第一等份呢就是後面 先看到這個地方 這是後差速器 後差速器的功能呢 主要是將動力做為分配 就是分為兩邊 因為兩邊有傳動軸 就把差速器分給兩邊的傳動軸 接下來呢 才是前半部 前半部 它的前半部就是所謂的 中間這個地方 中間這個地方呢 就是所謂的齒輪箱 所以它的一到六檔齒輪 它的主軸副軸的齒輪 全部都裝在這邊 然後當然 然後我們現在看這個 這是它的油底殼 這已經有經過改裝了 因為原廠是黑色的 然後也沒有這種散熱起片 所以散熱效率會比較差 容量也比較小 所以改裝這種強化油底殼呢 即可才能提升散熱效率 然後也可以比較多油量 對於熱能處理也會比較好 接下來我們再往下看 大家看這個切縫之前 這邊呢就是它的前半部 變速箱前半部 這前半部呢 它組成可以分左邊跟右邊 我們先從這個 這個是它的變速箱有油冷 然後裡面其實就是它的離合器片 它離合器片一共有12片 因為它是雙離合器嘛 所以135R是一組離合器片 然後246是一組離合器片 然後每一組都有6片 然後它的離合器片的總成就在這邊 然後至於這邊呢 這個圓圓的地方呢 就傳動走 所以呢 動力就從這邊過來 傳遞 然後離合器 離合器片 它動力傳遞之後 然後經由這齒輪箱進行變速 變速之後呢 再將動力傳到後插速器 後插速器就先動力經過分配 分給後面左右兩輪 之後呢 其實這動力分配完之後呢 GTR為什麼是叫四輪傳動系統 因為分完之後 它動力還會再往前傳 所以我們可以再從這邊過來看 像一般四輪傳動車 或者是後輪後驅車 它們傳動軸都是一組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邊 這是一組 這是一個傳動軸 然後其實大家看這個 黑色這支傳動軸 所以GTR它的傳動系統設計非常好玩 前面是引擎 當動力從引擎輸出之後 它會由這組粗的 這組黑色的 卡蹦的 原廠就是卡蹦的傳動軸 往後輸出到變速箱 那變速箱呢 將動力進行變速之後呢 傳給後面兩輪 剛剛後面插速器兩輪 然後接下來再透過這組傳動軸 把動力再往前傳 所以它有兩組傳動軸 這樣設計有什麼樣的特點呢 主要是它因為它的動力可以 一出來就直接分配到後輪 所以它可以造就出 宛如後輸驅車的那種靈活的動態 然後接下來再透過這組傳動軸 將動力分到前輪去 然後提高抓地的表現 然後以上就是GTR它的 相當特別的變速箱 以及傳動系統的大概的解說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透過 實際的拆解跟分析 讓大家看看它變速箱裡面 到底有什麼奧秘 在剛剛呢 我們簡單的針對GTR變速箱 跟傳動系統呢 做介紹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開始進行實際拆解 就像我剛剛講過的 GTR變速箱分成前中後三個等份 我們現在就針對三個等份呢 進行講解 首先呢 我們是講前面的第一個等份 然後因為它的設計非常繁雜 所以呢 我們這次呢請來呢 UNA偽城國際的副成 Kevin 卡文哥你好 你好你好 跟讀者講一下 反而照顧 各位讀者大家好 我是Kevin 謝謝 謝謝你們 衣服這次給我這次機會 謝謝謝謝 然後 因為它的主繩 的東西相當多啦 然後我們現在就針對 他們的 這些主繩元件 進行細部介紹好不好 好 OK 那其實在前端的話 除了外殼拔除之後 那它的部分它主要有兩個結構 第一個就是它的變速箱的油壓幫圖 第二個就是它的離合器端 那我先介紹油壓幫圖的部分 油壓幫圖的部分的話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都所有的感應器的部分 都是雙對的 因為這顆變速箱 CR6的變速箱呢 它是屬於雙離合器 所以它都是雙對的 它就會控制所謂的 兩個離合器的欄槽 經過了這些的淨油孔的部分 然後分散到離合器的控制端 然後這個背面這個部分呢 它就有一個很特殊的 它的幫浦的打油齒輪 那打油齒輪呢 它是要靠離合器 控制引擎的旋轉之後 用這個齒輪來帶動這個齒輪 讓油壓幫浦來啟動 那這個部分呢 這個地方有 總共的油孔呢 就是從主要的油孔進去之後 吸油以後 它從這邊來分散到 其他的部位來驅動 它們每一個檔位的變化 然後再來 可能我簡短說一下離合器端 這個就是它離合器的總層 離合器這個總層的這個部分呢 它其實分了兩個部分 因為它雙離合器 可是可能我們看到的話 它就是一個這個很大 可是我們仔細看的話 它其實它從中間這邊 很清楚一個分隔 它是上下兩層 它上下兩層的話呢 如果我們把它拆解來看 就像我們桌上看到的這個部分 它裡面呢 離合器端它有分三大部分 第一個 所謂它的外籠部分 它的外籠部分的話 就是 負責它控制離合器的收放的部分 再來 內容的部分 它裡面就有分兩個高低裡面的內欄槽 這個 只要它兩個重疊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個高度 這個上面呢 下面這個部分 從這個下面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它是控制離合器的 B B的部分的話 就是控制所謂的 E 3 5 R 這個是控制 A的部分 A的部分的話 就控制所謂的 246 那 這個剛剛我已經有解說過 它就是它的旋轉齒輪 要帶動所謂的 油壓幫浦 這個 最特殊也就是它裡面的 一個巧妙之所在 它所有的要A跟B的欄槽的變化呢 是從這個地方的反面 如果這邊鏡頭帶得到的話 它這裡面 裡面的這個圓孔裡面呢 它就有點像 我們那個槍的螳線一樣 在這裡面旋轉著 它裡面有各式各樣的 不同的孔位 它從這個孔位裡面控制 兩個的變速箱的 電磁閥呢 下去 決定它要在哪一個孔位打開 去驅動它的離合器 然後再來 它就是很簡單 分成兩個離合器的 那離合器的呢 它比較特殊 因為它是同直徑 也是同厚度的離合器 也是同片速 跟一般的所謂的 雙離合器的變速箱有點不同 它為了要讓它的 整個的傳輸扭力在 一檔跟二檔 單激素檔跟雙數檔 都完全相同的話 所以它完全採用 同樣的厚度 同樣的直徑的離合器 那我特別再介紹一下 要讓GTR承受到 差不多六百多匹的馬力 所以呢 這顆變速箱的設計 其實我把它打開 我們只要清楚看到 我們鐵攀的隔板 我們不要看的話 這個摩擦片我們不要看 這是它的離合器片 就這樣離合器片 薄薄的這樣一片 它至少可以承受到 在120匹的馬力 120匹的馬力 你想想看它六片 當然這是它的一個極限 所以在GTR這個設計的時候 它就是用同樣的尺寸 也讓它所有的 一個環節 它每一個檔位 它都能銜接得很順暢 那其他的雙離合器變速箱 可能有一些設計它屬於 就是外大內小的雙離合器設計 可是GT 對像DSG一樣 那GTR的話它就是 推翻以前比較傳統的 DSG的一些設計的時候 所以它的DCG這個變速箱 它是用同尺寸 所以它要的話 就是它整個的馬力銜接的線性 都能一檔都很順暢 所以它還能成功 承受那麼大的東西更順暢 當然 當然 然後至於 這就是另外 另外 也是一樣 246檔 對 所以它這打開的時候 一樣都是六片 我們仔細看 這個部分的話 這一個 這一個部分 123456 六片離合器 它這裡 這個打開也是 123456 也是六片 所以呢 我們剛剛在講說 這個外容 放離合器片 就是 所以大家可以看 中間 這一圈 跟這一圈 其實就是離合器片 剛剛講的 就是這一串 放進去 然後 至於另外一串呢 它就放在外邊 然後進行去夾合 接合的動作 就是GTR 跟我們剛剛講 DSG比較不同的地方 方式設於兩邊 所以它把這個概念 給推翻掉 雖然是還蠻一個 雖然蠻厲害的設計這樣子 再來我們講解 剛剛GTR變速箱前半部之後呢 我們先來講解 它的中間部分 中間呢 GTR變速箱中間部分呢 有包含兩大層面 第一個呢 就是它的 換檔法體 中層 就是這邊 那至於它的齒輪箱呢 的 檔位齒輪這些呢 就是在這邊 我們首先來介紹一下 它的換檔法體部分 大家可以來看 這換檔法體總層呢 它的驅動方式是 用變速箱油 當油從這邊進入 注入之後呢 油會在裡面跑動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 換檔的這些法體 這些都是活塞 就會上下移動 進行切換檔位 如果大家要看喔 它的檔位 負責檔位就是 這是 1檔跟R檔 然後這是3跟5檔 至於這半邊呢 就是 偶數檔 就是 檔跟4檔 然後這是負責6檔 所以呢就是 兩組離合器 兩組離合器 跟檔 檔位負責去切換 至於切換它的電磁閥呢 主要是大家可以看到 只有1 2 3 這個呢 負責是偶數 就2 4 6 然後這三個 就是 E 3 5 R 就是這邊 基數檔 然後至於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負責切換 把這些油 負責切換 所以我現在 要給 偶數檔 還是給基數檔 這個一個主要開關 這就是它的 變速箱 幫你去取決 換檔的檔位的主要 控制系統 在講解完這個 換檔發力組成之後呢 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齒輪箱 它這個齒輪箱 具體的齒輪箱 設計的相當複雜 我們先可以從 前半部來看 它我們明顯看到 這邊也有兩組齒輪 這個就是 主要主軸 然後這個軸呢 它前面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解的 離合器片 對 前半部的部分 當動力傳遞過來的時候 這邊開始旋轉 旋轉之後 我們先來看看 當在旋轉的時候呢 這裡面就是齒輪 我們待會會實際拆解 讓大家看一下 裡面的檔位齒輪的構造 我們先來看 像當動力在傳遞的時候 這邊旋轉 那看到這個也是跟著轉 這個轉的 這根軸呢 它的負責的功能就是 將動力再往後傳遞 往後傳遞就是 它後面會出差速器 這個差速器功能就是 把動力傳遞過來的動力 進行分配給後差 後差再分給後面兩個人 之後呢 我們剛剛講過具體還有兩組傳動軸 所以當這軸分到後面去的時候 我們還要將動力往前再傳遞 這個凹洞呢 就是第二組軸 要把動力往前傳遞 就這個 這個齒輪呢 就是會跟著旋轉 當這邊一轉 然後帶動 帶動這個 往後傳的齒輪之後 也會帶著跟它一起往前轉 然後呢 這時候動力這就是往前 然後這個前面它會接一組 也是接一組的差速器 它會進行輸出力道的控制 就是取決於 我先後面比例要多少 然後前面要給多少 就主要的控制機構 然後以上呢 就是我 針對變速箱的 中半部的一些外部的硬體解說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將進行實際拆解 然後也會待會請Kevin哥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裡面齒輪的一些設計 與know-how 剛剛呢 我們在講解完了 中間的變速箱的結構的時候 我們就說 要將變速箱進行拆解 然後現在呢 我們先把它油底殼 齒輪箱油底殼打開 我們可以看到 這就是GTR變速箱 齒輪箱的結構 我們首先呢 可以看到這銀色 這三個大大的東西呢 它就是換檔波擦 換檔波擦是什麼呢 其實GTR它變速箱 本體它就是手排變速箱 然後手排變速箱的時候 大家會想到 就是我們在換檔的時候 在撥動檔位的時候 其實你在撥動檔位的同時呢 那些換檔桿呢 它就會進行 將這個波擦 進行去左右移動 然後左右移動的時候呢 就會進行換檔動作 然後為了讓各位網友 比較更清楚的 來看一下換檔動作 我們就來把這個拔出來 這個波擦 拿下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就是 居下變速箱的齒輪 然後這是 以軸來說 這是它的複軸 就是它負著變速的變速箱 我們來說一下它的 這就是它的換檔波擦 這個波擦移動方式就是我剛剛 因為它穿到這個棒子上面 它就左右左右移動 它的功能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斜的這個大齒 這個是變速箱的齒 中間呢 這個叫做同步器 它會 將進行同步器 會跟齒輪進行結合的動作 至於呢要讓它怎麼左右左右動呢 就靠這個波擦這個這個東西 勾著它 它進行往右或往左 然後就會進行換檔的動作 至於呢 以齒輪來說 這樣各位網友看這些齒輪密密麻麻 到底 一檔在哪裡 二檔在哪裡 它所有檔位在哪裡 很簡單 大家可以看最大的這個 是一檔齒輪 接下來呢 旁邊這個小的 是倒檔齒輪 然後再來是 三檔 這是五檔 至於呢 另外一邊 就是 二檔 然後這個 四檔 六檔 就是它的檔位 所以當 動力傳輸 從這邊傳輸 從上面這個傳輸之後呢 我們進行檔位切換 OK 切換之後呢 變速之後 動力 會傳到 從這邊出來 這邊就傳到後面的差速器 差速器呢 再把動力進行左右後輪分配 分配完之後呢 因為我們剛剛講嘛 就是 動力還會再往前傳 所以呢 這就是呢 GTR它的齒輪箱的基本上的構造跟結構 我們在講解完了 GTR變速箱的結構之後呢 我們有發現一些 這些年的GTR 跟針對變速箱 一些出現的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 就是來採訪 問一下 就是 維成的老闆 Kevin 一些問題 就是首先呢 第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很多GTR的車主呢 他們在進行 可能 launch control 彈射起跑的時候呢 或者是一些激烈操駕的狀況 會發現 變速箱崩尺的問題 可不可以提 各位網友 就是解釋一下 這個問題 然後還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這樣 好 謝謝 我這樣說好了 其實想要說 是在起步彈射 或者是一些 他的 基本上一些 我們在網路上 聽很久的一些 傳言說 他的一些缺點 我這邊做一些簡單的解說 第一個 其實剛才EV 他已經解 很清楚大家解釋 他所有的檔位 他每一個的話 我們其實用一個 最簡單的去 看 比例他 OK 因為這一顆變速箱的一檔 這個位置 看起來 是他比較厚實的感覺的話 那是已經換過 我們公司的一些 從國外代理的改裝的 一檔的齒輪 因為他看起來他特別好 好 我這邊有原廠 這是原廠 我們可以很肉眼看得很 就是一肉眼 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在一檔的 所謂的 副軸齒的 傳動齒輪 以側面來看的話 他是最大的 尺數比也是最大的 可是他的厚度 竟然 他是在 所謂的 1 3 5 2 4 6 裡面所有的齒輪 他是最薄的 所以在這個的強度上面 其實我真的也 不是很清楚 為什麼說 當初GR6 這顆變速箱 他要這樣設計的 那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在承受了所有 就是 GTR他的原廠 這個配備的輪胎 抓地這麼強大的時候 在他 輸出這個馬力的時候 造成的公尺 可是另外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 他的變速箱的油溫 很容易蓄高 因為 他的變速箱的 有整個是9公升 對 雖然他的起溫會比較慢 可是當他一旦升溫之後 他的降溫就會比較慢 你叫一下 就是 這是原廠的嗎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改裝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厚 寬 寬度 我這邊有一個給你 我這邊有一個給你 這是改裝的 這是原廠的 從這邊一看 就很清楚 很明顯看到 就是 其實齒的寬宅 就是差很多 然後在他的 主要的傳動軸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改裝品的時候 同樣的位置 我們兩個比較 他的所有的傳動的齒輪都加厚了 然後 最重要的 他整個的這齒輪的這個的軸心也加厚 就是讓他在 做一檔彈射的時候 他不要做齒輪的軸心的變形 當他齒輪軸心變形的時候 也有可能造成 他這個 腹齒還沒有崩齒的時候 他咬合密度不對 對 他就造成崩齒 所以他是經過 不是只有這邊加大 而且是這個傳動的主軸 他有整個做的改良 這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一齒輪 寬宅就差很多 對 然後這兩個軸心 軸心 用肉眼看也看得很清楚 對 粗細這樣 好 剛剛那個 Kevin 聽我們講解完GDR 就是彈射公司的問題之外 其實網路上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有一些GDR 車主呢 能開一開 會發現 為什麼我開一開 怎麼沒辦法進檔 打會不見了 對 對於這個問題呢 你有什麼 就是有什麼樣的 發現跟解決的方法 其實 假如如果說 不能進檔的話 它有兩個問題 對 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在 停車的時候 它ER檔 如果它不能進檔 那是單純它的ER檔所造成 對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ER檔 原廠的ER檔 這是它原廠ER檔的破殺 那這也是我們台灣這邊比較 不一樣的特殊環境 因為它比較有 不管是我們比較容易堵車 再加上停車場的 位置它比較狹窄 那GDR它的體積上 事實上它是比較大 對 所以在你ER檔的使用 可以講是在國外同行的車子 在開車的話 可能是將近十倍以上的耗損 然後它在這個 這麼嚴重的耗損之下的時候 它就會造成 剛剛一斧它抽出 抽出來這支架設 波擦的這支軸心 跟它的培鈴會有造成異常的摸索 就是電子變速下 它不管怎麼換它 你只要指定到 它永遠都是一個速度一個指令 所有的速度它不會來變 就算它你有摸索的時候 它還是一樣化 換到最後的時候 當它卡不進去的狀況的時候 就會造成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麼厚實的一個 美女合金的 換檔的軸 波擦 最後的下場 就有改變一下 直接斷裂 它直接斷裂的時候 它就造成沒有的時候 它就會 變速箱就會進入保護模式 對 那你如果 因為波不動 它波不動 它也不能讓你再組 那電腦它會直接進入保護模式的時候 它就會把 ER這個部分 它不讓你動的時候 它也就是 同時三個元件 對 然後就剩下了所謂的 2460個形式 至少你車子還可以動 對 然後 那當然 在波擦這個部分 為了要解決這個部分的時候 公司 我們公司呢 它就 特別 第一個要強化 這一支桿子的強度 然後我們用比較簡單 當然它的表面的 材質上面都有強化 可是我們也做了一個動作 因為剛剛衣服你抽出來的時候 這一支空心的桿子 它撐了三個波擦 對 那 我們就像一般我們像我們的 塞衣服的 那個 塞衣杆 塞衣杆一樣 你塞那麼多衣服 它的承受力就大 對 為了這個問題 除了材質加強以外 改裝的 它的換檔軸 它是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個是空心 一個是實心 讓它的整個的強度變大 然後也就是在它整個的架 這些所有的波擦的時候 不會變形 再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美女合金 對 它還是有它的缺點 對 雖然它輕 可是呢 它這個材質上面 它久了以後 它一定會有斷裂的風險 那 這個改裝的波擦 雖然看起來 我們全部的 都有 輕量化 對 可是它是所謂的 一種很特殊的 合金剛叫T20 這T20呢 這種的合金剛 它就算是 相對的美女合金的 薄度比它薄 可是它的強度 幾乎是它的五倍 那為什麼要做 這樣子的動作 因為原廠的美女合金 它是非常非常輕 對 看起來很大 對 可是如果我們用T20 T20的材料去做出 如果是一樣的 一樣的體積大小 它可能就是它 幾乎是它原廠重量兩倍 那它在換檔的時間上面 用同樣的油壓去推動它 它就會變慢 對 那為了這個問題的時候 當然 就是國外在設計的時候 它就會盡量在 它的安全係數範圍之內的時候 去做 輕量化的偷輕的動作 對 所以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可以達到像 原廠美女合金的 輕量化的效果 對 然後那個強度也可以增加 這樣說好了 我有時機去做重量測試 強度是它的五倍 可是呢 它的重量只有增加它的百分之二十 那我們雖然偷的那麼輕 還是沒有辦法做美女合金那麼輕 那我有其他的品牌 如果用同樣的材質做到一樣的話 那大概是它美女合金的兩倍 那我這邊 這國外這一家品牌 它所設計的 它就有增加百分之二十 是這樣子 好 以上呢 就是我們針對GTR的一些 使用上的一些問題的探討解說 謝謝Kevin哥這次 幫我們小惡魔器的教室 做那麼多精闢的解說 好 謝謝你 經過以上呢 我們實際的拆解與分析 我們可以發現 GTR搭載這顆GR6 六速雙離合器 自手排變速箱的科技實在是精密 所以才能造就它 如閃電般的換檔速度 以上呢 就是小惡魔器車教室 針對這顆變速箱的拆解與分析 謝謝大家